《經濟日報》今早的推介是禁封利業1772 簡選原因是 隨著新能源車的銷售數據快速增長 當前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動力電池市場 根據中氣協的數據 今年頭8個月動力電池累計裝車量有162個單位 按年上升112% 帶動三元和鐵理材料出貨量增長 至長預期,今年內地新能源車的產量有望達到600萬 將會帶動動力電池出貨超過450個單位 禁封利業是全球鋁鹽龍頭 可以受惠新能源車行業的高景氣度 公司上星期發營起 預期第三季的盈利大約是70億5000萬至80億5000萬人民幣 按年增長5.7至6.6倍 頭三季計算了,盈利大約是143億至153億人民幣 增長4.8至5.2倍 盈利增長主要是由於期內市場對鋁鹽產品需求持續增長 鋁鹽產品價格維持在較高水平 鋁電池板塊新建項目陸續投產 產能逐步釋放 全年利盡按彭博的綜合預測 禁封今年盈利預料大約是167億人民幣 增長221% 策略上,禁封昨天收補54.8 升2.2% 形態正挑戰下降軌 彭博預料禁封今年市盈率是5.9倍 遠低過歷史平均大約是14.7倍 短視目標題62問 這次 Quebec 辰 聖 聖 偈 博